哈囉大家好,這裡是XPGG Tech 我是TechChris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NVIDIA的最強顯示卡 GeForce RTX 2080 Ti RTX系列是GPU最大的變革 它實現了光線追蹤 它可以讓遊戲畫面即時運算光線 它可以讓遊戲內的光線更擬增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開箱 這次我們拿到的是NVIDIA的公版卡 它不同於一般通路上的合作夥伴的顯示卡 直接打開的話 盒裝裡面就是RTX 2080 Ti的本體 盒裝裡面還有附贈一個轉接線 然後還有說明書 RTX 2080 Ti的外觀跟以往的10系列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10系列它都是用渦輪的風扇設計 那這次RTX 20系列的話它都是使用雙風扇 那它的手感算是蠻沉的 算是蠻有點重量的 它的外觀非常簡單 就是銀色跟黑色的搭配 外觀非常的有流線型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金屬背板 接口的面板這邊是做黑化的 它看起來非常帥 那背板的話就是整塊的金屬背板 它可以用來增加整個顯示卡的強度 上方有個蓋子可以打開在這裡 這裡是NVLINK 這也是全新的NVLINK 跟以往的SLI連接方式不太一樣 它只有在2080跟2080 Ti上面有支援 目前在RTX 2070上面是不支援的 NVLINK的橋接器大概長這樣 那它這顆要價也不肥 大概是79塊每個 那相當於大概台幣2000多塊 NVLINK跟傳統的SLI橋接器比起來的話 它的速度比之前還要快了50倍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把RTX 2080 Ti 直接裝上電腦實測吧 那這次搭配的測試平台是 i7-87100K 然後主機板是微星的Z370 記憶卡是DDR4 8G兩條 這邊也順便介紹一下RTX 2080 Ti的規格 2080 Ti它是採用圖靈的架構 它的記憶體有來到11G的GDDR6 它的CUDA核心高達了4352顆 記憶體速度來到14G 這讓2080 Ti的最高數位解析度支援到 7680x4320 主要的連接的介面它是有 DisplayPole還有HDMI還有USB Type-C 那這個Type-C它是專門給VR實境使用的 這張顯示卡支援的顯示器可以高達4台 那它的HDCP是2.2 顯示卡的功率是260W 這邊官方建議搭配的電源供應器大概是在650W以上 還有顯示卡本身上面的電源接口是8加8Pin NVIDA的指星掌黃仁勳有特別強調 它的CUDA核心高達4352顆 這邊稍微簡單講解一下 CUDA核心它的數量如果越多的話 它當然就是會決定顯示卡的計算的強度 那但是這個前提是在同樣的架構下 還可以用數量去衡量 如果是用1080 Ti的PAS卡架構 CUDA數量如果一樣的話 那速度可能會不一樣 首先這邊跟大家講解一下 因為目前市面上所有遊戲 都還沒有實裝即時光線的功能 也就是RTX 所以目前這張卡雖然支援光線追蹤 但是目前都還沒有辦法用到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這次測試都是遊戲內的畫面張數表現 準備了幾款遊戲分別是 《絕地求生》 《Overwatch》 《Cove of Duty 4》 《黑色行動》 《古木奇兵》《暗影》 還有《GTA5》 那我這邊所有的規格 都是由2560x1080 144Hz下去去測試的 那首先最基本就是現在來跑3DMark 在Type Spy的部分我們得到了12077分 這遊戲方面的話 在PUBG在2560x1080的解析度下 144Hz 環境是DX11 張數可以穩定在120-145fps之間 那平均大概是132張 那如果將《絕地求生》開到4K畫質的話 張數大概是71-85張 在4K畫質的運行下是非常流暢的 那在《Overwatch》的部分 環境一樣是DX11 張數大概是140-150fps之間 那它的平均是145張 畫面高達多名玩家的時候 它的張數也不會掉很多 《Overwatch》的4K畫質的話 可以大概來到107張到125張 那它的平均是116張 再來《Call of Duty 4》 環境是DX11 它可以跑到143張到232張 遊戲運行下它的平均張數是187張 如果將《Call of Duty 4》開到4K畫質的話 它的張數大概是94張到104張 那它的平均是99張 在《決勝時刻》的部分我認為 這個遊戲它的貼圖部分 可能沒有到其他遊戲那麼精細 所以它的FPS的張數會特別高 它的遊戲體驗是非常非常流暢的 那在《GTA5》的部分 然後環境一樣是DX11 那在畫質全開 性能測試之下 是94張到145張之間 那平均張數大概是120張 如果開啟《GTA5》4K畫質全開的話 張數大概是81張到97張 平均是89張 這張卡可以說是非常強悍的顯示卡 因為在《GTA5》4K全開的情況下 是非常非常是效能的 那再來是《古墓奇兵》《暗影》 然後環境比較不一樣 是DX12 畫質一樣全開 2560×1080 可以跑到73張到144張 那平均大概是110張 那整體的遊戲體驗是非常非常流暢的 那如果開到4K畫質的話 它的張數就會很明顯的降低滿多 大概是63張到79張 平均大概是71張 但是也是非常流暢的 因為遊戲只要維持在60張以上 就是非常流暢的體驗 綜合來說這張RTX2080Ti 它基本上就是為了4K 60fps的遊戲誕生的 那如果未來光線追蹤的功能實裝 然後在遊戲上都可以實時開啟的話 那畫面就會更上路成龍 那我這邊給大家的建議是 如果你想要超級好的遊戲體驗 先加上4K螢幕 那這張卡絕對是你的首選 因為這張卡的效能表現絕對會讓你滿意 不會讓你感到絲毫的卡頓 那如果你是性價比的取向的話 那我個人建議會先考慮1080Ti 或是2080這張卡 這兩張卡在FWHD的遊戲上 都可以運行得非常非常好 那尤其是1080Ti 它的性價比是最好的 以上就是2080Ti的實測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那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那也不要忘記到ESBGG的粉絲專頁按讚 這裡是ESBGG Tech 我是TechChris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我是TechChris 感谢观看